中药是一个大的系列 而且现代人往往一说到中医 就想到就要吃药了 什么药?中草药 中草药它本身是天然的植物 你不管它是草跟树皮 那是天然性 自然界赏赐给人 赏赐给万事万物 整体的自然世界 我们真正的人活不下去的时候 你看我们长征 中草药 草和树皮照样吃 虽然给人吃的浮肿 怎么样能活下来了 因为它再怎么样 它需要 你过度了 那人他也受不了 你看那个皮带 也能够你啃几个月 也能活 就是 就是 就是不是一定要吃啊 所以说这个药 这一块 其实不如这个前面讲 真跟旧 包括后面的 暗桥导饮 但是药它来的快 它见效 它现在这个讲究效益的时代 它 它 往往挤肚药下去 你看我之前 满身的那个就是 那个 现在讲究这个 舌盘窗叫什么窗 西方的那些名词 看见一个一点不一样 就一个一个词 说来 在中国 你叫西方 叫什么盐 这个盐 中国就是上火的 那盐就是两个火 你这个药 它这个 学问很大 是吧 早上摘的药 跟晚上摘的药 它药性就不一样 所以人们为什么要新鲜的 吃什么要新鲜的 那有些 它要沉的 有些要新鲜的 而大多数 它新鲜 它是活的 它的那种生气 它是 它是 它是这种 鲜的 它是那种气 它一直在的 不要忘了 但是有些东西 它比较沉的 你比如说 沉皮 有些你看 酒 它一直要 这种药 它就是 成年罗织 这个药 而且它 服药的时候 很多都要 要用这个黄酒服送 去这个 要温的 温水 温酒 作为药营 它是要 提你这个气息 要给你一个 一方面 给你个信号 我来了 再一个 让这样 越化更好 不快 而西方的那些药 都是反自然的 合成的人工的 你人 人之共 跟天之共 想巧夺天共 你得有多么精妙 才算得上 有多么精妙 有很多东西 不管是 毛 皮 什么 肉 这个 草根 树皮 植物 动物 全都可以 这是头发 这是什么 鸡屎白 你心里搞得懂 你怎么敢吃 这是干什么 你不懂的人 他会大笑 甚至会骂你 大怒 那就更不懂 是吧 还有两个日常的药 就是茶 是万病之药 和会养生也可以喝茶 药茶 药膳 这些东西 比你直接吃药有强 这个因为人体 直接 那些味道不太好 而且对人体 刺激性 比较偏 比较那个 当你有偏症 重症 那个时候 这样才会更快更减效 然后酒 又是万病之药 我们讲过 你用的好 这些东西 那都是好 对吧 你知道吗 你只要会用 你不会用 你不要乱来 你不要乱挑战 那一个玩下去 人家能定住 你就得摇头